刚才查了一下百科 发现怪力居然也可以进行超级句话 前几期意外获得的 而且还是闪光色 最主要还是母的 加一块你说这概率有多底 而且我也很好奇 一色宝可梦超级句话 颜色会不会也跟着改变呢 今天咱们就来试一试啊 已经提前把他的等级啥的都拉满了 拿着几句堂 然后念出小咒语 喝下这碗来 忘掉你的仔 OK 我们随便找个boss 或者训练家对战一下 这只肯太罗就可以嘛 只不过平原的巢穴 极有可能卡视角 无法操控摄影机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解决方法也有啊 飞起来点击对战就一切正常了 来一个 超级句话会心一击 伤害可以嘛 瞬间掉了一半血量 来让我仔细读玩笑读玩笑 啊 级句话之后 颜色确实也跟着改变了 普通怪力就是这样的 就算你们看不清 也可以看看他的头像 有点意思啊 よし 既然超级句话后颜色不变 那么家里的另外一只闪光应该也能做到 他就是闪光的皮卡丘 这一页就是我这个系列 找到的所有闪光生物 看起来也不少是吧 拿出我们的 橙皮耗子 哎 皮卡丘闪光确实挺特殊的 就是颜色深了一些 皮肤更接近雷球了是吧 而且他现在这个形态 就能喝级句汤了 毕竟在我印象中 他不是升等级进化的 而且我查百科说 他有两种进化形态 一个普通 一个阿罗拉 这个就以后再说吧 哎哟 17级的训练甲 用来看极句话 这不刚刚好吗 超级句万雷轰顶 哎哟我的妈呀 直接从小松鼠变成了猪 一看伙食就很硬是吧 不然能给他喂的这么飞粗老胖的吗 至于颜色也是没有改变 和普通形态一样 来秒着他进行下一任务吧 哎 这就离谱 一个17级的训练师 怎么能带个50级的宝可梦啊 最近听陆神说有一只宝可梦可以自己造出来 虽然不是神兽 但看起来贼奇葩 我也比较好奇呀 于是查了一些资料 发现他曾经在动漫中登场过 出场时伴随着强烈闪光 让当时的不少观众入院 可能他们也没想到 看个动漫还能光明星电线 于是这集就进不过了 要不是这个游戏 我都不知道还有纯人造宝可梦 他就是多变兽啊 想要制作它也是非常的简单 合成PC治疗仪 宝可梦交换机 有30%概率 获得四个组件中的一种 我感觉吧 这三个里面最好造的就是PC 因为合成他的材料 我都有 这玩意儿随随便面拿出几千个 酷酷合成就完事了呗 还有怎么一个碎片都没给我呢 出bug了咋的 哎 啊 soですね 停止合成他才会出现 又长见识了啊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怎么长得比我还抽象呢 画风也不太像宝可梦里的呀 而且还有描边 来吧随便整一只宝可梦给他打进就得了 一发现机球 nice啊 人造的宝可梦确实不靠谱啊 眼神里看着就充满了智慧 脸上写满了故事 刚才查百科发现他居然还可以进化两次 但是需要让他配戴信物 而且获取还挺费劲的 一节进化配戴升级数据 然后通讯交换进化 二节进化配戴可疑补丁 也是通讯进化的 但这俩玩意儿都是打boss获得的 还必须是稀有罕见的 家里箱子都不用找了肯定没得到过 刚才偶然获得了一串指令 他可以让周围所有宝可梦瞬间变成boss 只需要修改第二段代码 就可以控制他们的品质 来吧优秀boss都有了 开干吧 黄天不复有心人哪 终于是出来了 没花多长时间 也就半个小时 要是没用指令 再加成低品质boss刷新几率低 这一个小玩意儿都能够我干上半个月了 最后看一眼吧 家里的大聪明即将离我而去啊 还是大家舍不得了 因为今天录神没时间 所以我只能代码单人通讯进化了 多边兽的样子 正在发生改变 这个小鸡子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完了 看起来不聪明了 属性应该是没太大改变 毕竟不是神兽嘛 有可能只是后面加了个2 用来自我介绍的 来吧 开始生成罕见的boss 哎呀嘛 这一大堆蓝线 正在剪视频的我表示 这一块好糊啊 大概花了20分钟 难度也不大 低品质boss一招就能秒的 可见我这段期间打了多少boss 多边兽 终极进化 我估计啊 它应该好看不到哪去 诶 这不还是个鸡吗